日本是有一點 日本所有的大概是 一般以上的人吃 蔓延飯的那個日子 我叫日本它叫 土耀的牛的日子 好的店的話 是 一碗蔓延飯像這樣 像真一碗 一碗是比 哇 雖尚老師今天還要給我們 隆重介紹一個新的創意吃法 什麼 是 做一個沙沙醬的一個蔓延 那你會吃到另類的一個 一個蔓延的一個口感 就這麼簡單 歡迎收看健康有方 我是阿娥 你知道台灣人真的很愛吃魚 平均一個人一年 可以吃到30公斤的魚類 哇 真聰明 因為據說吃魚可以抗憂鬱 而且吃魚還可以預防 中風 但是你知不知道 有一個魚 大家稱它為水中人參 是什麼魚啊 它含有維生素A的含量極高 日本人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講到日本人 你是不是大概猜到是什麼魚呢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三位韜客 很會吃 我先舉手 我也好愛 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可以吃到最好的魚 來邀請你們現場的幾位好朋友 首先介紹的是營養師 許瓊月 大家好 吃魚不僅可以養身保健 而且還可以讓我們養顏美容 對呀 我也喜歡吃魚 我總覺得吃魚沒什麼負擔 來接下來介紹他是 他是算台灣人還是日本人 不管啦 台灣好吃好喝的 你都要問他 我們歡迎藝人賴尚剛 賴尚先生你好 你好 我是賴尚剛 日本人愛吃魚 還有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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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魚 鮑魚 對這種很難講 鮑魚 等等來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我們介紹的是養生專家 歡迎林秋香老師 大家好 愛漂亮 又要有好體力 吃魚就對了 等一下就教你怎麼樣做出一套 豪華的一套餐 我覺得講到魚的時候 每個笑容都是這樣子的 不管小孩老人 因為我們都覺得 小孩要長大 老人吸收怕不好 你叫他沒有吃的時候 各種肉類算一算 就覺得吃魚好了 所以瓊月 很多人吃魚 他為了要預防很多的心臟疾病 甚至於對抗憂鬱 可能好處還不只是這樣子 對啊 因為其實近幾年來 其實我們營養師都很推崇 大家就是說 你要吃肉類 就盡量以魚類 去取代我們一些紅肉類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說 我們現在的 油脂還能夠太高了 但是我們魚裡面的油脂 就是我們所謂的 歐美加三的那個脂肪酸 那它有EPA跟DHA 那我們剛剛有講 其實說吃這種魚 它可以幫助我們就是 預防一些 譬如我們剛剛講一些 心臟血管方面的疾病 那包含哪些 譬如說我們的血管B 就是不要讓它就是太硬 就是要可以讓它有彈性 也就是我們所謂講的 周狀動脈硬化 對 那再進一步會變成 如果你很硬 然後你沒有去處理調整它 那我們還有可能會有一些 中風的風險 然後腦中風 或者是更嚴重的心肌梗塞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我們 平常靠吃魚就可以保養的 然後裡面還有我們所謂一個DHA 它可以保護我們的一個四神經 對 視力 然後還有我們一些 憂鬱的現象 所以其實說以魚來講的話 我覺得營養師 除了叫大家多吃蔬菜水果之外 基本上多吃一些好魚 也是我們會建議大家吃的 其實魚真的好多種喔 對 那妳最喜歡什麼魚呢 為什麼 像我自己喜歡的烏龜 它其實CP值很好 不要看它就是很便宜 但是其實它的營養價值 真的也還滿好的 是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那一些 Omega 3 其實它含量也很高 而且它又有一些所謂的鐵質 所以補鐵或一些鉀 然後血壓偏高的人 其實都可以多補充一下 這一類的一個營養素 那其實烏龜裡面 它就是CP值很好 它便宜 然後一些營養素 然後B群都有 所以自己又還滿喜歡 所以我就喜歡吃烏龜魚 日本人來講 就是我小的時候 只要是出去 就是下課 上課 上課不可能 下課的時候 下課 上課還想到吃喔 沒有 就回家的日上都是 就每一家都家裡 就是有這個酒大 烤酒大魚的味道 烤秋刀魚 日本人來講是烤魚 就是一定是秋刀魚 你有沒有特別料理 秋刀魚怎麼料理好吃 就只有用 就是用木蛋 然後我們叫日文叫 就是一個小小的一個爐 然後在那個木蛋 然後就 用這樣 那個是最好吃的 然後塞一點鹽巴這樣 其實我們台灣是 仰蔓的王國 真的 因為弟弟的位置 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我坐屏東 就是很多都是那個魚養殖 好多 很多在外宵 但是因為我愛吃鰻魚 可是我以前吃板豆的時候 看人家那個白鰻 就是做藥膳 真的你吃不下去 好多的刺 你就會覺得好辛苦 可是後來我們的 大家就是會漸漸的去發明 怎麼樣讓那個魚沒有刺 所以後面我吃鰻魚 就吃得很開心 再也不用擔心被刺 就是藥道這樣子 在日本我們再上先生說 鰻魚其實是有很崇高的地位 他們其實是很重視鰻魚的 對 日本是有一點 日本所有的大概是 一般以上的人吃鰻魚飯的 那個日子 叫日文法叫 土曜日の日 有這一天 節日 就一個節日 那這個是土曜 就是我們日本是 現在是沒有在用 但以前是叫農曆的 農曆的那個大概是七月八月的時候 就是國立也是差不多那個時候 盛夏 就是最熱的時候 最熱的時候下面 對 就是說以前的人 沒有空調的時候 很熱很熱 然後就沒有底力了 然後但是 而且日本 昌富時代的時候 日本沒有吃十隻餃的 就是牛肉 豬肉 都沒有吃 那時代是大家都沒底力 然後又很熱 然後就真的開不醒的時候 就那一天大家都吃蔓椅 那吃蔓椅以後 就補充很多營養 那雞蛋也有清神就來這樣子 那魚君身體虛 全民運動 全民運動 其實那個在日本 吃蔓椅的季節就是 以前就是夏天 因為太虛了 你流汗流很多 汗為心之意 就是心的體意 其實就跟我們的血液一樣 所以你如果流了太多的 汗你人就會很虛弱 所以他們就利用吃蔓椅 來補充體力 補虛老這樣 可是最近他們也 隨著一個時代的進步 他們現在就會在 那個夏天跟冬天 兩季來吃蔓椅 那其實蔓椅最好吃的季節 就是秋天要過冬的時候 他們會把自己吃得肥肥的 好過冬這樣子 他要準備過冬 是 所以這個時候的蔓椅 真的是最好吃的 油脂 所以日文人真的很懂 吃蔓椅的人 是那個夏天 大家都一起去吃的話 就要排隊嘛 很麻煩 而且那時候吃得瘦的時候 蔓椅也是會覺得很綠 對... 所以說真的 冬的人就是冬天的時候吃的 很厚 然後這個蔓椅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水中人參 Omega 3 就是我們所有的EPA跟DHA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 保養一些心血管 還有一些視神經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真的都是天然的魚喔 所以我們先去吃 吃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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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喔 在YouTube上面找到健康友方 一定要訂閱 愛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 因為我們今天想要這個鰻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水中人參 對 那為什麼叫做水中人參 是不是顧名思義 營養價值特別地高 對而且營養密度也很好 為什麼會這麼 就是一樣都是吃魚 但是它可以獲得非常多的營養素 我們剛剛有講嘛 其實魚類裡面的一個油脂 就是Omega 3 就是我們所謂的EPA跟DHA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保養 我們一些心血管 還有一些四神經的一個部分 然後其實像鰻魚 它其實它的脂肪 就我們剛剛講的冬天嘛 脂肪更多 那這個真的都是天然的魚油 然後再來它就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豐富的蛋白質來源 是 然後再來 而蛋白質之外 它還有所謂的胺基酸 就是有黎氨酸跟肝氨酸 那這個黎氨酸呢 它也比較特別 我們可以跟這個微量元素 鈣鐵芯一起來看 其實鰻魚裡面 它也含這種微量的礦物質 就是鈣跟鐵跟芯 所以你要補鈣啊 貧血的啊 還有一些芯 其實裡面都有 那這個黎氨酸呢 又可以幫助我們這個 微量元素的吸收力 所以其實你在吃鰻魚的同時 你就是相輔相乘 相輔相乘了 你就不用再另外 再補充什麼東西進來 而且像這個肝氨酸 它是製成我們的 膠原蛋白的原料之一 所以其實 對 它是合成那個 膠原蛋白原料之一 所以它裡面含量也滿豐富的 是 剛剛有講 其實維生素A算是比較特別 就是在魚類裡面 真的比較少見 那鰻魚裡面又有 而且其實維生素A 我們都知道 它可以保護我們的眼睛 然後除此之外 還有我們一些皮膚啊 是 對 其實一些 消互力啊 對 上皮細胞啊 其實跟維生素A 都有密切的關聯性 然後還有這個維生素B12 那為什麼會特別講 是因為維生素B12 它也會參與我們造血的 一個原料之一 所以你看你如果要補鐵的話 其實底頭有鐵 然後又有B12 那其實你一次就可以 吃到這個鰻魚 就是一次補足 非常多的營養素 所以其實我也會覺得 這個鰻魚它其實就是一個 品質算是非常好的一個魚類 我們台灣是叫做鰻魚王國 是 真的台灣有夠厲害 有夠厲害 但是為什麼 就是台灣養的鰻魚跟別人不一樣 日本人喜歡吃鰻魚 大部分都從我們台灣過去的 到了他們那邊的鰻魚 就沒有台灣這麼美味了 所以他們為什麼要從台灣進去 因為台灣養的鰻魚 第一個除了就是 我先講看這個鰻苗怎麼來的 那這個太平洋 我們那個鰻魚呢 它會在太平洋那個地方 是 就是產卵 而且要深 就是在比較深的地方產卵 產完卵以後呢 它就會隨著這個黑潮 回流 然後回流呢 它會就往上走 所以它還沒游到日本 現在我們台灣 它就在台灣 攔截了 第一批最好的 因為跑得最快的嘛 一定是我們先攔截 我們就在那邊等著 什麼時候大概也鰻魚苗 要開始游上來了 所以他們就開始去撈這個鰻魚苗 那第一批到達的 一定是品質跟體力 一定是最好的 我們剛才找第一名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就是 把這個鰻魚苗取得了以後 我們再利用一個好的技術 台灣真的養鰻的技術 是非常棒的 所以台灣養出來的鰻魚 真的就是第一名 這個第一名 就是地理的 環境地理的 我們有地理 有地理優勢 再來我們養殖技術很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賺很多 日本人的錢 但是 鰻魚不是一件這麼簡單的 你光是要去處理它 料理它 你不會害怕你不要自己做 你自己可能沒有辦法 這個賴上先生會來告訴大家 鰻魚其實有它很難得的地方 但是它也很毒喔 對 其實 鰻魚是有時候釣魚的時候 釣回來 很肥的鰻魚 可是大家都沒有帶回去 回去 因為是在家裡要切 然後內占拿出來 而且它那個血液裡面有毒 毒性的東西 不小心崩到眼睛就消掉了 所以說大家都怕 而且那個血的處理好後 然後骨頭要切什麼的 不可能在家裡 對 自己如果會做的話 真的可以開店 自己開店 我剛剛還問在上先生說 我覺得那個鰻魚的醬汁 很重要 很迷人 它說那個醬汁 是幾十年幾百年的老店 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加上去的 因為一點烤幾隻 就是一定要加在裡面 那又烤一下 然後就開始有一點 那個油脂都出來 又放在裡面這樣子 所以那個醬汁裡面 就是有魚的那個營養 味道 都是清華的 所以說 很容易 我們為什麼那個日本 那個蔓櫻飯是那麼貴 就是那種醬汁貴 對 當然是蔓櫻也貴 然後那個醬汁也貴 所以說我們是 有時候買到好的店的話 一碗蔓櫻飯像這樣 像真一碗 一萬日幣 台幣2400塊 現在台幣比較好一點 以前的話真的是很貴 但是我們是就是 有時候 今天有一點錢 然後很久沒有吃蔓櫻 很想吃蔓櫻 慶祝一下 就花了這個錢 犒賞一下 對 特別的紀念日 才有吃蔓櫻 那你現在日本回不去了 對 在台灣怎麼辦 就以前說 我一年兩次回去 回去的話 一定要吃的東西有兩個 一個是烏龍麵 還有一個是蔓櫻飯 是 對 因為以前是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到地的日本料 那個日本味道的蔓櫻 可是現在是有啦 現在是台灣越來越跟日本接近 好像是跟日本差不多一樣 幾乎同步一樣 對 日本有什麼 台灣有什麼 那你在台灣吃什麼麥 台灣就是有包島 包島麥 包島麥 對 什麼什麼東西都自己來 然後放在那個熱水燒一下 然後就放在裡面 然後拿出來以後 日的很熱的那種白飯 上面放在上面 就味道就很香 這樣就好了 對 好好吃喔 你看那口水就出來了 菁翰老師今天還要給我們 隆重介紹一個 新的創意吃法 什麼 是 做一個沙沙醬的一個鰻魚 那你會吃到另類的一個 一個鰻魚的一個口感 就這麼簡單 哇 來 趕快我們的臉書 按讚分享一下 你才知道保島麥在哪裡 今天我們有這個 三種鰻魚的吃法 我們先來看 秋香老師的吃法 老師你這是用原味的 原味的吃法對不對 原味的吃法 那我自己比較喜歡就是 吃到它的鹽脂鹽味 所以我的那個醬子 我都沒加 就是整個 因為它其實一個 你在吃的一個處理 前處理方式非常簡單 是 水滾的熱水 或者是你冷水 把它煮到你水 浆滾的時候 你能不能摸起來 很有彈性 暖暖的 這時候就可以了 它的一個清香柔軟 很綿密的口感 讓我非常的驚豔 聽說它養殖的環境 其實非常的重要 是 我先講一下 3A級喔 是 3A 3A喔 A A級 所以都消到日本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們從挑選食材 就是我開始挑選鰻魚 然後再到 就是用那個 高溶氧的一個活水 去把這個鰻魚裡面的 雜質給浴味 把它清洗乾淨以後 再用冰鎮 再來清洗一次 再洗乾淨 所以剛剛那個賴上先生講說 那個鰻魚如果動來動去 會污染嘛對不對 所以他們把它冰鎮了以後 又再清洗一次 然後就開始準備要製燒 就是製烤 然後白蔓就是白燒 就先把它白燒 什麼都不沾 就是直接去燒 然後再來就是降燒 第一次降燒 再來就是深度的降燒 然後再來就是 一個普燒蔓的一個完成 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它會非常的入味 那你看它的一個製程 是非常的嚴謹的 好像跟它環境的溫度 水質 就是大午山那邊的水 因為它喜歡 就陽蠻的氣溫就比較高 會比較好一點 那大午山附近的那些水 液是非常乾淨 真的很好吃 那不是只有一種吃法原味 對 賴山先生要告訴大家 日本人不只這樣吃 日本人就是很多台灣的人 是只有吃過這種的 我們日文叫那個原味 就是只有烤的 只有擺放上面 這樣子 其實日本是有 平常是就吃三種吃法 就是剛剛原味嘛 對 然後是蔥花跟那個 蔥花跟芥末 那還有一種是 如果是吃不下 就是有一點 就是昨天喝酒太多了 什麼的一點 沒有顧那個味果的時候 就這個裡面加茶 是喔 我們日文家吃那個 對 茶包飯 對 因為加那個茶來以後 味道就更香 對 那到了茶以後 這樣子比較軟 味道也是 就是要均勻這樣子 那就整個這樣拿起來吃 對 這樣吃 入鍋融化那種感覺 這個寶島麥 真的讓人流口水 而且其實 但是鰻魚很在意的 就是它的養殖的環境 要無毒 對 乾淨 日本2007年 我記得是很久前 那個日本進口來的 那個雨有問題 那是因為日本是 那個時候應該是有 安全方面是有檢查過的 可是它是 因為它那個是在養殖的時候 它吃過不好的飼料 然後那個 鰻魚出那個飼料 產大的時候已經生病了 飼料不好吃了就不好 然後到養殖以後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就鰻魚來了就 就吃了 吃了以後不舒服 然後食物中途這樣子 後來呢 那個日本的食安 食品安全方面是非常的嚴格 所以說如果蔓以養殖 那個裡面檢查的時候 什麼衛生署 那個什麼重金屬類的東西 如果有的話就不能進 我們保保蔓的品質 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 因為是它有那個SGS認證 然後無毒 有重金屬 非常安全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兩吃了 一個原味 一個是茶泡飯 再來就是我們的蔥花加芥末 我覺得我們這個很豐盛 蔥花加芥末 然後重點是這個鰻魚 你看看 入口雞胖 因為其實它那個蔥花 跟芥末加在一起 就是讓我們的味覺 就是更刺激 而且真的很好吃 因為它有點辣辣的 可是這個 它稍微一點點甜甜的 然後那種味道就可以平衡 而且肉質又好軟 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們把它當成是 吃的化妝品 對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有講到 其實我們的蔥魚裡面 有很多的芯 那這個芯在我們女生的 皮膚保養上面 它其實可以幫助我們一個 也是一樣就是我們的 皮膚黏膜的一個修復 然後還有包含我們的頭髮 如果女生比較容易掉頭髮 其實補芯也很有用 還有我們的骨骼 然後其實最重要是 它裡面的這些好的脂肪酸 它是讓我們的皮膚是抗發炎 然後皮膚就會比較容易 比較平滑 比較平潤 比較光亮 然後比較容易斷了斷了 而且它裡面的膠原蛋白 真的就是 可以直接幫我們補到 我們皮膚的深層 就像老師今天還要給我們 隆重介紹一個 新的創意吃法 什麼 是 做一個沙沙醬的一個鰻魚 來 這是辣椒末 是 好 這是洋蔥末 洋蔥末 是 西式的吃法 法式的 是 法式的吃法 法式聽起來就好高級喔 而且我覺得聽起來就比較 更清爽的感覺 是 然後這個是番茄末 番茄末 然後這一個是檸檬汁 檸檬汁 是 然後這個是柳橙汁 柳橙汁 還有柳橙汁喔 是 因為檸檬酸味 柳橙就是有一點甜的 是 那你把它和開了以後 加的是一個橄欖油 橄欖油 是 橄欖油加進來 然後你就把它和一和 那不管你要加九層塔 或者是你要加這個香菜 或者是你要加巴西梨 都可以 就隨你這樣子 然後加一些進來 因為有的人不喜歡吃九層塔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 抗老化的 抗氧化的東西 然後重點就是 我們加一點點鹽巴調味就好 不要太多 因為這個蔓茄呢 寶島蔓呢 非常的好吃 我不喜歡就是 把它的一個 那麼好吃的一個味道 把它掩蓋過去 好 然後這是黑胡椒 加上一個黑胡椒 好 就這麼簡單 好 那我現在呢 然後呢 再把它調好了以後呢 就可以開始來擺上來了 這就是一個化國吐司 化國吐司 那你會吃到另類的一個 一個蔓茹的一個口感 就會覺得說 哇 怎麼那麼的爽口 但是呢 吃完了以後 你又會口齒留香 這個如果家裡要請客的話 擺盤這樣子 很漂亮 對 就這麼簡單 哇 創意料理 法式鰻魚沙沙醬 吃看看 真是太迷人了 各位 做法非常簡單 爽口 鰻魚好軟好嫩 我們還有做了一個 鰻魚跟麵線的組合 對 麵線就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你只要會煮麵線 就可以 就是你只要會煮麵線 就有一個蠻魚麵線 你只要會煮白飯 就是一個蔓茹白飯 對不對 因為我的寶島 寶島慢 我就是直接把它微波 或者是隔水加熱 是 就可以了 是 我如果下了班回來 來不及的 放了隔水加熱 再去換衣服回來 OK了 微波更快 像小朋友的話 你家裡只要就是 有一鍋壞 小孩子回家 因為在成長過程當中 他們其實是非常容易餓的 對 或是你是上班族 我如果下了米國時間 又準備那麼多便當 對不對 那我只要 其實你如果要帶便當 你如果第二天 會拿去微波的話 其實你在家裡 事先微波動作都不需要 我直接把它放到便當盒 它帶去學校直接就 那個 對 就可以了 是 那這個3A等級的麥魚 你們今天吃到 會不會很幸福 會很幸福 好飽麥 而且 趕快吃下面線 我覺得這個麵線的感覺 也很棒 因為它一樣保留了 我們寶島蔓的那個醬汁 是 然後呢 麵線只要好吃 對 其實這個家裡有老人家 他們會很喜歡吃麵線而已 跟它做一個變化這樣子 對 而且還有你看 麥芸在這裡 各位 怎麼可以不在我的臉書 按讚分享呢 實在太好吃了 我認識瓊月這麼久 都沒有看她吃到 來不及說話 真的 整場我都一直在吃 太好吃了 莎莎醬好吃 配麵線好吃 配飯更好吃 那我會覺得 我喜歡它的營養價值高 所以賴上先生 你看看我們台灣的 創意吃法這麼多種 是不是都很棒 太厲害 太厲害 Zibra也是 但是台灣也是 退吃的方面的研究型 這樣的配合 真的 吃東西 我們絕對不會輸給你們的 是 但是寶島蔓 因為量不是這麼的多 對 你看這樣是不是養得夠肥夠大